再来看如今的全球海运业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海外多国疫情严峻 人工不足 港口集装箱堆积如山 亚洲各大港口运输繁忙 却时常受缺箱少贵困扰 集装箱价格飞涨 一些海运航线上涨近十倍 仍然是一箱难求 一段时间以来 在国内很多港口 集装箱登记处周围总是排满了等待的人群 不要来了 还对 自己人用缺箱一天一夜都等不到 去年三季度以来 缺箱少贵现象在各大港口蔓延 据多家媒体报道 有些黄牛趁机坐地起架 有些航线加价三千美元 也有可能抢不到一个集装箱 因缺箱而闹心的还有大量的生产企业 明波市一家工艺品生产企业的库房里 堆满了还没来得及运走的产品 总量有一千立方米 这个是我们德国的一个电视沟屋的一个客人 二十个柜子全部都是从十一月初要走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传期 企业的胶着不断推升着集装箱的销售价格 2020年上半年 二十英尺的小箱价格为一千六百美元 现在最高涨到了三千六百美元 而热门的四十英尺箱价格已涨到五千九百五十美元 价格全部翻倍 并创历史新高 与国内一箱难求不同 新西兰的奥克兰港 集装箱空箱却积压严重 2020年下半年以来 为了存放那些运不走的空集装箱 他们先后找了五处新堆厂 最多时有将近六千个空集装箱滞留在奥克兰 数据显示 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个集装箱被滞留在美国加州 英国的菲利克斯托港 集装箱已经从港口蔓延至周边的郊区 澳大利亚各港口空集装箱的数量则超过了五万个 目前国际上一些重要港口的空箱堆存量是正常水平的三倍 在全球运营的集装箱是4千多万了 那我们一个月生产40万 那一年就也就生产500万 那你将只回不来 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